女星18岁时什么样,天阿王祖先好清纯,赵薇很脱俗,但只有她完全认不出来。 现在娱乐圈中女星,大多是人造美女,不过18岁刚刚出道时,却是另一幅模样,而那些八九十年代,红九一时的女星,虽然懂很多特色,但这么多年过去了,也让人们忘记了她们18岁时的样子,而我们就来看看女星18时什么样。 其实不值我们怀念,女星自己的也很怀念,刘嘉玲就曾发微博称,18岁是最让我怀念的年纪,那时对于一切都是懵懂,但她承载了所有的美好与希望。 青春无敌,那时的她还有一点婴儿肥,不过已经很迷人了。 而相对而言,蔡少森年轻时那才叫水灵呢,她17岁就夺得港界选美的季军,难怪大富豪刘鸾终会追求她,而后来在电视剧《摸刀侠情》中,更是没得惊艳,让人一眼就记住她了。 张国力与邓杰已经是老夫老妻了,但生活中还是很有情趣的,张国力曾在微博中写出邓杰年轻时的照片,并配文称,那一年她18,水灵,那时的邓杰水汪汪的大眼睛真的太美了。 而姚晨也一样,她在收拾旧物的时候,翻出了自己曾经的照片,并发文感慨,18岁时腰间别注逼逼逼的自己,骑驻白马幻想自己是海的女儿,曾经的服装设计师之梦,随手勾勒的周勇潮导演。 而那时姚晨还真稚嫩。 大家都知道佟丽亚是新疆美女,但却不知道她在18岁时,曾参加新疆小姐学美比赛,并获得当年的亚军。 而那时的她,浮了皮肤黑一点,与现在比差别并不大。 迪丽热巴现在可谓是火的不要不要的,她也同样的新疆美女,而她18岁时,刚刚考驻上海戏剧学院,而她参加军训时的一张照片,更是风靡一时,可谓是太清纯了。 连心如出道其实也很早,17岁时就是兼职广告模特了,而18岁的时候就因与天王郭富城合作广告而走红,而年轻时的连心如,真的又美丽又可爱。 同样找威出道也很早,17岁的时候曾在画魂担当过学年,后来在谢信的建议下,考入谢进明星演艺学校,而上学时的她,大大的眼睛就已经很迷人。 而在18岁的时候,她就已经主演了电影《女儿谷》。 范冰冰与赵薇一样,也是毕业于谢进明星演艺学校,而她16岁就出道参加了《女强人》。 在18岁的时候,就参加了《环珠》的格,因此想看她18岁什么样,就去重温一下电视剧吧。 袁永宜则曾是港姐冠军,更是最上镜小姐,那还是参加选美比赛的她,真的是美得不可放物,也难怪成龙对她垂涎三尺,后来更是封杀她,当然现在也很幸福,嫁给帅哥张志林了。 王妃现在是天后级明星,而她在18岁的时候,其实刚刚随父亲移居香港,随后更是拜改思聪为师,在其指点下学习音乐,而那时的天后,真的好羞涩,不禁让人想起她的那首《匆匆》那年。 当然一提到王妃,很多人就会想到张柏芝,毕竟两人可谓是情敌,而张柏芝18岁那年,因为父亲欠赌债,她也受到连累,好在想太出面帮她解决了,随后更是力碰她主演了喜剧之狼,那时她真的清纯的不要不要的。 贝贝现在嫁给黄教主,可谓是非常幸福,而她早年出道之路并不平坦,最早是以闷魔身份出道,在香港一直没混出什么名堂,后来去日本镀金归来,这才渐渐有了名气,而她18岁那年还在香港叛博呢,还曾与陈关锡有过合影。 很多人认识王祖先,都是通过倩女幽魂认识她的,不过她早期并没去香港,而是在台湾发展了一段时间,才签约少世的,而她18岁的时候,简直的堪称完美,水汪汪的大眼睛惹人脸,可谓是非常清纯,不愧是一单女神。 人们经常说18的姑娘一朵花,这句话放在娱乐圈真的非常合适,18岁是人生中最好的年纪, 而如今那时的青春岁月已一句不返,而留下的只有美好的回忆,而你在18岁的时候又在干嘛呢? 欢迎留言,至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。 王祖先,生于台湾台北市天母,台湾著名女演员。 就读国光益校时被发掘,1984年在台湾出道,随后致香港发展。 演艺事业香港、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大陆,以及亚洲各地都有不错的成绩,演出作品颇多,由于1987年《倩女幽魂》系列《红鸡》一时。 西冷后于2004年起定居温哥华。